十字架。 十字架的意義是什麼呢? 十字架的意義是新的方式。 我們必須回溯到生命中的生命。 當人們錯誤地稱為這個原始的罪, 奧古斯丁說這個, 我們並不稱之為原始的罪, 我們並不稱之為原始的罪, 但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在那裡的生命中, 是在尋找權力、權柄。 我們認為在我們生命中的爭鬥, 我們認識神是一個全能者, 就是一個有所有的能力。 這是一個悲劇、也是一個極度的錯誤。 我們學習到, 我們也學習到, 這是一個形式, 這是一個錯誤, 就是爭奪權力的鬥爭中。 在這個權力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在夫妻之中, 有的丈夫想要掌權, 有的妻子想要掌權, 並且是爭奪權力。 這權力不是只有所有人, 而是爭奪權力的, 而是爭奪權力的, 也就是爭奪權力。 是爭奪權力的, 而是爭奪權力的, 因此是爭奪權力。 那權力是爭奪權力的, 是爭奪權力。 那權力是爭奪權力的, 是爭奪權力的, 是爭奪權力。 弗洛爾 也會說爭奪力的, 就是自我崇拜。 我自己的自我崇拜, 就是自我崇拜。 從某一個觀點來看, 我們是有權力的。 但是從另一個觀點來看, 因為我們不能斷斷的權力, 我們不能斷斷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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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斷斷的權力。 所以我們會問, 為什麼我們沒有擁有這個權力? 所以我們從另一邊, 必須指責其他人, 我沒有這個權力, 而且你們是責任這環境。 所以我們會問, 我們不會質疑其他人, 是因為你導致的權力。 甚至在神的概念上, 我們說,神是神的神, 我們也做了什麼不好的事, 所以,神是全能者, 神是全能者, 這是一個敵基督的態度。 所以, 在他們的觀念中, 一定要付出這個代價, 有一個代罪的羔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說, 這個故事, 它在每一個愛的故事上, 在每一個愛的故事中。 所以,我們有能力, 而是,有人在生命的物質, 或有會招待者的德行為的能力, 因此我們沒有受得到神, 我們會實用循環的對象, 因此我們在我們並不遵守招待者, 我們會以為我們愛受到神的聲音。 我們會以為我們崇拜的權力, 因此我們把神稱為神的最終的權力。 我們替我們崇拜的權力, 因為我們把神稱為神的擂着, 是全能者最極盡的能力。 結果,在俄羅斯的權力, 在俄羅斯的權力, 您看到的確是非常障礙的。 這是惡殺愛, 將社會社群扼殺, 在社會中有很多人死亡, 甚至在社會中有很多人死亡, 甚至在社會中有很多人死亡, 卻為了這樣死亡。 在人類的歷史上, 我們有這麼多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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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死亡, 為了無意義的事, 喪失生命。 從另一方面的視乎, 我們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所以, 能力和受害者。 我們稱為全能者、掌權者和受害者。 這就是神的意思。 神自己說, 不, 我並不是掌權者。 我接受, 我自己成為一個受害者。 我承擔了所有失敗者的重擔。 我承擔了所有失敗者的重擔。 我承擔了我身上, 我承擔了所有失敗者的重擔。 所以, 他們不存在了。 所以, 神不是全能者。 至於是不是全能者, 那反而不重要。 我們認識神, 我們不認識神, 對神的認知, 不是全能者。 我們認識神, 對神的認知, 是一個無窮無限的愛人。 祂成為一位為不足道的, 上了十字架。 為什麽呢? 因為祂愛, 只因此為之。 因此, 祂取得所有的重擔, 承擔在祂自己身上。 耶穌基督, 所謂, 因為祂愛得這麼深切, 祂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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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人生使頂十字架下 Right- et 但是因為祂是神的兒子, 因為祂就是愛, 祂繼續呆在十字架上, 顯示神的方式不是權柄, 而取了極盡的責任。 然後說, 沒有必要再為了權力爭取, 不要再有貸罪高雅。 因為,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看到一個很大的寫者, Andre Girard, 他所講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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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就是最終的盡頭。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接受十字架, 因為沒有十字架, 我們就不是基督徒, 因為沒有十字架, 我們就不是基督徒, 因為十字架是展開的, 是顯示的一個案, 將我們自己展開對方, 當然也對神。 當我們開啟的, 我們稱之為自己的, 我會給你一個例子, 只會把門開啟, 所以我可以進入你的家。 但是如果我進入你的家, 你會說, 誰是你, 為何你不開啟的門, 或誰你認為你是, 這是我的產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跟對方之間, 我們組了一道牆, 就把你、我分出來了。 如果你看到, Pink Floyd的壁, 這個名牌的音樂, 可以看到, 十字架就是把這個城牆拆毀了。 你會說, 愛就是要來犧牲、 要來受苦的嗎? 不幸的, 的確是這樣子。 我相信, 或不是每個人, 可能是每個人, 我們有試過很多次, 我們覺得我們愛到別人, 當然, 我們會感受到。 我們愛到別人, 要來受苦的。 這是一種一道美麗的寫書、 《聖書之歌》的寫書, 《聖書之歌》的寫書, 《聖書之歌》。 《聖書之歌》說是, 他, 當他愛太多, 他會完全被傷害。 他會完全被傷害。 他會說, 你在愛的環境中充滿烈火的。 在這個環境中, 將所有的東西都吞噬。 甚至是, 一生所獻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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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一生所獻出的。 所以, 他成為一個受害者。 你看, 這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什麼呢? 接受這個結果。 因為神人們承擔這些事情, 實際上, 這就是一種聖事, 聖事的聖事, 聖事的聖事, 誰能承受所有的壞事, 所有的邪惡的事情, 所有的邪惡。 然後,受到罪, 神受到我的罪, 你受到罪, 不是我, 你真的受到罪, 你受到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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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神無法明白大礙, 我們無法明白神, 那個人在呼召我們。 神給我們永生, 祝福生, 祝福生生, 那如何? 必須要透過十字架。 我們所說的, 耶穌是死亡的, 但耶穌是死亡的, 但耶穌是死亡的, 耶穌是死亡的。 耶穌是死亡的, 因為神是神, 當然有能力去避免死亡的。 但耶穌不想用這種方式, 去避免死亡。 但耶穌選擇另一方式, 將我們個體的部分拆毀, 把我和祖牆拆毀。 這是痛苦的。 有些人愛他, 他會被拆毀。 他們並不認為, 為了壞、為了壞、 為了壞、為了壞、 他會被拆毀。 他並不存在於新的狀態上。 他的朋友可能會引向猶大親吻他。 所以,在大哉奇的時期, 我們會深深思考慮的時期。 所以,在大哉奇的時期, 我們會深深思考慮的時期。 所以,耶穌上了十字架, 我們會深深思考慮的時期。 耶穌上了十字架, 我們會願意接受對方的傷痛。 有些人會說, 你瘋了嗎,你在講什麼呢? 耶穌所說的是, 人必須擁有這樣的權力, 但我們終於看到, 能力所創造的能力。 有些人所創造的能力, 並不是關於神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八十世代的結果, 在最後的結果, 就是奧述。 我們今天, 要祈禮的神父, 要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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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禮, 要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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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禮, 和祈禮, 承擔了我們個人的痛。 祈禮、 和祈禮, 他們也明白, 所有事情都在生活中是痛苦。 這當然是非常正確的, 最終的痛苦是死了嗎? 最終的痛苦是死亡。 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解決是不同的。 佛教徒說從開始是正確的, 你會痛苦, 因為你會想很多東西,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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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因為我們會眷戀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也想要, 那個也想要。 但是耶穌所講的更多, 是說,我開啟我自己, 上了十字架, 而不是為了想要去一個天堂, 而極度而極度的世界。 但是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是因為我極度的愛, 而為他極度的愛。 更多我愛, 更多我存在。 我們必須要牢記這件事, 的愛與痛, 這是真正的生命。 耶穌上了十字架, 而不是只為我們赦免我們的罪。 這件事。 而是為了我們的痛苦, 而告訴我們, 藏在痛苦中, 我們能將人們的愛和死亡。 藏在痛苦中, 我們能將人們的愛和死亡。 然後, 耶穌基督的死亡, 耶穌基督的死亡, 會有真正的心生命。 什麼是愛呢? 共存, 在聖餐裡的共同生命。 我們無法達成, 如果沒有聖禮儀聖餐。 所以, 今天在聖禮儀聖禮, 聖禮儀聖禮儀聖禮,